第二局输得比较多的距离 第二局一上來交換場地 雙方互相再移動一移動 熱身一下 直播室方面有潘明洪潘Sir 以後是陳維聰聰哥和嘉欣 繼續和你看這場南丹的半決賽 三個時間這場比賽結束之後 大家就會看到林丹對著韓國的 朴城門的比賽 亦是一場備受關注的南丹半決賽 第二局開始了0比0 陳金看看能否承住第一局的氣勢 再下一城 可以說第一局是完勝 李宗偉 這裡大家打得很快 這球摘線很漂亮 一隻假手一出 第一次 現在打到第二局 才看到李宗偉洗招 又是一個世界球 其實這種摘線的球 我想說就是 現在無論是男丹還是女丹 他們對自己的技術的要求 已經是去到很高 所以大家看到 經常有一種壓線球 是一種很刻苦很艱苦的訓練結果 應該是經過成千上萬次的練習 慢了 陳金這個球上去的時候 好像看過有些少少猶豫 沒有直接殺上去去 去歐 剛才那位就是來自 印尼的西蒙 還未走 看來雖然輸了單項 繼續看回亞運會的比賽 要除大隊 整個阿倫樂小田一起行動 我回分一下 見到陳金 現在還未看到李宗衛醒 還是覺得他還是比較軟 我現在就是怕他醒 其實就是 幫中學隊打氣的心態來看 但如果你想看好球 就看看第二局 兩位球手怎樣對戰 他醒了也沒關係 他醒了 陳金的直情 不要睡就可以了 陳金的直情上了身 就行了 好像今天我們轉身 現在這幾個球真的上身 先走 好球 上身 2比2 這邊就是夏韻澤和中波 今天大家看到 下午一場女單決賽 黃色嫻 對著汪欽那些 黃色嫻 黃色嫻就直接上身了 你感覺他 那種靈活的步伐 多片的戰術 站在他對面就是偶血 站在他對面就是偶血 他今天那場球真的質量太高 是的 2比2 開局不怕 先咬住 跟第一局是一個很相似的開局情況 還有這一局 你中委會急 可惜陳金這球發球失誤 陳金不用急 反而急 是對面的 一局失了一局 看陳金表情會急 他覺得不應該 從來未試過 現在出來 被人壓著打 過不了頭 好 防守做得好 好 有機會 再給回後場 好漂亮 這個滑板 很漂亮 還有可以看到 李宗偉有這麼多個 有些是平高球 有些是拋物線很漂亮的 後場球 但是呢 李宗偉都可以在網前 或者打下壓 或者是劈吊 做得很貼望 以及一個很漂亮的網前球 這種質量 以及每一球的成功率 是很值得 各位球迷清道 雖然現在李宗偉落後 不過大家可以看到 比賽過程裡面 哎呀 擦燒 拿不到 擦燒 擦骨 真的 可以生氣 很漂亮 他上前 推板 往前 是用一個滑板去推 嗯 陳金是硬弄回來 哈哈 自己也很扔 不過 看回開球這幾球球 潘Sir 你有沒有覺得 現在的打法上 李宗偉是比較 氣勢是上成的 是有些 但是呢 這些失誤 我們來看 對李宗偉的打擊很大 這些也是自我打擊 哎呀 拿回來 今天陳金的防守 也做得不錯 有一次失誤 正名急 是想快 是想落手 但是 網路不是你自己做的 是 但是就算過了 都要賺賺陳金 陳金在對面的預判 做得非常之好 一個慢鏡的 這些 數碼攝像機 還原給大家看 高靜慢鏡 這次的水平看下去 給球迷去欣賞 是很好的 今天還看到一隻蝴蝶 聰哥還說 蝴蝶怎麼過安檢 是啊 怎麼飛進來 沒有經過安檢進來 的確 這場比賽 剛剛想說 李宗偉雖然 輸了一局 但是實際上 大家可以看到 他在比賽當中 那些 對羽毛球的 那個 就是理解 還有他 那些 譬如說 那些劈吊 滑板 還有對線頭 潘士尚所說的那隻假手 還有在場上的控速 那些假動作 那些之而此的東西 真的很值得我們去欣賞一下 還有現在大家看到 分數方面 是很貼的 4比5 但是大家看到 現在的李宗偉 應該是比第一局醒了很多 所以面對陳金 陳金現在的難度 是大了很多 但是在場面上 現在很好看 你一分 我一分 總之大家都沒有怎麼拉開 如果15分之後還是這樣 更好看 給他後場球 出界 總之他兩分 這球已經驚艷出來了 他剛剛是有時間出手 但是他稍微慢了一點 他用這種方法去牽制陳金 這個球 雖然不是讚揚他這種做法 但是他的效果很好 連續兩個對角的底線 胡拉 哇 這個球臨著 剛剛想說陳金這個球過去的質量 不是那麼高 放網放得比較高 李宗偉有這麼好的機會 也是想做假動作 李宗偉也是有些 要脆脆脆脆的 你打球 你有難度 他又回到難度 給你 你把球過來太平庸 他就更加平庸 其實真的會 真的會 這個殺手間 陳金的 李宗偉沒有這個 這個球出手的時候 沒有這個意識去防他 現在又試六比六了 陳金的就連拿回兩分 對 和第一局的情形很相似 陳金的發球 挑回後場 過度一板 作勢要殺 威靈味很高 又來一板 又領頭 另左左右 把籃球和足球的技術 都用馬羽毛球 搞龍在裡面 兩邊前後 一直調動 李宗偉 李宗偉的成功率還很高 很貼網 這幾場 大家看到落點控制得很準 哇 陳金很有耐性 可以這麼說 他靠耐性 這些球迷都很 聰穆 自己打字 做得不太好 以前拿了粉筆 現在就打人 我以為他在機場接人 那些就是這樣 他在機場接人 可能他真的在機場接人 陳金 拿回那張牌過來 加油 陳金很認 分數還很貼 第一局也是這樣的情形 2比2 4比4 和6比6 陳金應該領先1分 7比6 哎呀 這個球出了界 7比7 這些沒辦法 出手不輪到你去控制的力 只要你一定要發盡力 只要高度弧線 如果控制得好就不出 如果控制得不好 怎麼都會出的 有一個開的短球 一人出一次 所以今天也有這樣的特點 挺可惜的 一人一分 對 一人一分 有些球迷朋友 可能是剛剛撤過來的 那現在廣東體育頻道 為你直播的是 亞運羽毛球 南丹的半決賽 在天河體育中心 由李宗偉對著陳金 稍後會有林丹對嫖成門 敬請繼續關注 8比7 陳金繼續開球 哇 這個搶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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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這球應該挺有難度 因為李宗偉比這個波路 平高球 平高球 最好殺追身 這個 李宗偉今天防陳金的追身 真的很難防 即使在後手 嗯 第一次陳金 在第二局 有兩分的優勢 第一次 這個 防這個網田 也很甜 好 機會 但是漂亮 放得夠厚 對 你終於殺不到 你終於不敢動 陳金很穩定 有了 又是打正手 哎呀 這一版最後這個過渡 自己都很可惜 所以殺直線 往往反過來 對方一勾你一個斜線 是變成自己 變成很被動 是 陳金今天在第一局 都有一個很高質量的 勾對角 其實是一個接殺球 一挑對方的空檔 真的威脅很大 男女單打 現在都很流行 這個技術 李宗偉就 意思是要 調整一下 抹一抹汗 手太多汗了 會影響那個磁棒 抓不穩 或者滑走了 或者一旦打了一旦 飛了一個棒過去 還會吵架 現在看到分數 第一局21比14 第二局陳金現在 還是9比8領前 如果仍然有這樣的狀態 打下去也不錯 今天 原來在下午 那裡 漢斌和馬俊 輸了 在雲霜 最後 原來是四次打斷線 四次打斷線 要換棒 後來我們看直播的時候 對 他經常用他的手 好 這個球 今天很厲害 反挫 反挫 上網的時候反挫 挫得回去 還要碰到網帶上 今天他對比賽的掌控上 我發覺曾經有一件事 當李宗偉拿分的時候 他肯定可以 你拿了分 但我不讓你連續拿 沒錯 第二分我殺你 對 有一個 有一個 好漂亮 有 殺 還有 過渡了 過渡了 看看如何處理 又搞了 對 今天兩隊選手 很危險 這個 這叫做逐放槽 逐放槽 逐放槽 幾乎本來是在陳金的拍上 是 他這個球賽 殺過他的時候 目的性不強 是 因為他有時間去觀察李宗偉的位置 就是這一下 23分死 對 看看這個回合 雖然陳金失了這一分 但他剛才敢在網前和李宗偉 起碼有四個球 對 信心好 對 今天戰意多高 今天 因為東南馬這些國家的選手 那種網前的技術 事實上是相當高的 陳金反覆和我搓網前 十比九 很容易 打個追身 現在這種比分相似不下 大家那種戰術都很正常 主要是看看效果好不好 就連進入局 加這一分都要爭 殺得比仇 好關鍵這一分 看看誰可以打擊 就是進入下半局 大家不要忘記 現在陳金還贏著一局在手 出界了 失誤 有點可惜 陳金不足失分 是 李宗偉11比10 雜時領先1分